著名女画家孙多慈与徐悲鸿相恋十年无果,晚年在家为徐代孝三年。 大家好,阅读此文前,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,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,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,感谢您的支持。 在著名画家徐悲鸿的生命里,一共有三个女人,依此为蒋碧薇,孙多慈与廖靖文。 这三个女人中,蒋碧薇是徐悲鸿的发妻,曾飞蛾扑火般地嫁给了她,但后来两人离婚了,孙多慈是徐悲鸿的学生,两人相恋十年无果,廖靖文是最后一任妻子。 值得一提的是,蒋碧薇与廖靖文都曾为徐写回忆录,唯有孙多慈从未写什么,她的无言正应了那只肩默的喜鹊欲说还修,而也只有孙多慈才是真正与徐般配的人。 三个女人中,只有孙多慈最懂徐悲鸿,也最爱徐悲鸿,她与徐悲鸿心灵契合,都深爱一数,她还是徐悲鸿女弟子中较有成就者之一。 然而,往往造化弄人,相爱之人未必忠诚眷属,慈悲之恋十年无果,徐悲鸿去世后,晚年的孙多慈为她代孝三年,令世人惊叹。 1913年,孙多慈出生于安徽寿县,又名孙韵君,祖父孙嘉奈是清末重臣, 曾任中国首任学务大臣,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是他创办的,父亲孙传院是五省联军总,司令孙传芳的秘书,后任大学教授,教长。 孙多慈生在这样的名门世家,身手书香熏陶。 他从小酷爱丹精,师从国画家严松富,又随父亲学习古典文化,自己又在新式教育下受益颇多, 但他最感兴趣且最有天赋的还是作画,因而被家人戏称为小画家。 孙多慈小学读省丽第一模范小学,初中读六亿连历中学,高中读省丽第一中学,即安庆女中。 那时图画老师胡衡,依旧对他的画材被加赞赏,使得他对未来十分期盼。 然而,好景不长,不久家中突遭变故,身为孙传芳秘书的父亲孙传苑被通缉,关押在于,这时孙多慈刚满17岁。 所幸,1930年,孙多慈高中毕业,父亲被释放,按父亲之意,孙多慈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,但没考取。 孙传苑便找到文学院教授宗白华,希望他引荐女儿到女画家潘玉良的门下,但宗白华对潘玉良不熟。 就将孙多慈引荐给了徐悲鸿,没想到这一引荐便引发了一场旷世奇恋慈悲之恋。 孙多慈到艺术系旁听徐悲鸿学画,由于他从小就有作画天赋,即便没系统学画,却在三个月内大有长进,令徐悲鸿大家赞赏。 不久,孙多慈就成了他的画中人,徐悲鸿为他画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幅素描,还在素描中盛赞道,此学画三月,智慧绝伦,明妙之才,无所罕见。 也许,有着相同爱好与兴趣的人,才最容易贴近内心深处,也才有更多的心灵共鸣吧。 也许正是在这一刻,徐悲鸿对这位18岁的少女产生一种男女之间的别样情愫。 18岁正是少女最美好的锦色年华,爱情总在有意无意之间产生,令人猝不及防,孙多慈羞涩得紧张起来,在徐悲鸿面前手足无措。 而他不知道的是,也就是在这一天里,两人一词一杯竟成了师生不伦练的开始。 民国大开教育之风,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者层出不穷,师生练兴起如鲁迅与徐广平等人,而徐悲鸿与孙多慈也在不经意间成为其中之一。 徐悲鸿深信大慈大悲是上天注定的夙愿,但其实只是一种巧合而已。 那时,徐悲鸿已经35岁,正是财情勃发,意气风发的黄金年龄,对爱情一发不可收。 而世人之所以诟病慈悲之恋,主要还要因为那时徐悲鸿已是一个有父之夫, 他有一个在18岁时就与他私奔并浪迹天涯的妻子蒋碧威,膝下还有一双儿女。 也许艺术家的思想并不同于常人的思维,画者多情是丝毫不逊色的犹才,反正徐悲鸿就是义无反顾的爱了。 1931年,孙多慈正式成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大义先生,跟随徐悲鸿学习素描,又修了美学课,古诗玄等,成绩十分优秀, 徐悲鸿逢人便毫不避讳地夸这个得意门生。 一些小报添油加醋极尽渲染,两人的绯闻不静而走。 徐悲鸿对此并不介意,对孙多慈更加照顾了,有时上课只教他一人,使得其他同学很是不满。 徐悲鸿甚至不顾女生宿舍禁止男生进入,经常不约而至。 流言蜚语越来越多,孙多慈常常受到他人的直指点点,后来顶不住的他。 只好在外租了一间房子,让母亲搬来同住。 1933年,徐悲鸿赴欧巡展,两人书信往来,一年半回国后,两人久别重逢十分亲密,还被派到外出写生时,两人接,稳得照片,慈悲至恋迅速升温。 孙多慈在天木山摘下两颗红豆送给徐,徐则定制一对金戒指,将两红豆镶嵌其中,戒指上刻一词一,背二字,分别留存,十分浪漫。 这时的两人已深切爱河,两人不愿去考虑旁人,徐悲鸿不去想如何面对妻子讲必为,孙多慈也不在乎结局如何。 徐悲鸿的人生激情,一是孙多慈,一是书画,孙多慈喜欢半躺在摇椅像猫一样,陷在那里读书,徐悲鸿在作画,两人翻书的声音与挥动画笔之声,格外呼应,十分和谐。 徐悲鸿看着落日于麾下美丽的孙多慈,忍不住作画,睡猫图,提字,寂寞水与雨,昏昏又一年,此地存完,次年又做了一幅艳艳于飞图等,步伐浓情秘义。 而徐悲鸿当时最有名的就是由画抬成月夜,画中徐悲鸿席地而坐,孙多慈策立在旁,眼波寒情,一美飘飘,更见两人的一往情深。 而正当两人你浓我浓之时,蒋碧薇很快得知消息,徐悲鸿却说他只是欣赏孙多慈才华,但这样低解是苍白无力。 蒋碧薇后来回忆,徐悲鸿吃宴席时经常吃到一半退席,还趁人不备从酒席抓糖果橘子放包里给孙多慈带去,对丈夫的遗情别恋,蒋碧薇很失望,有时会将丈夫准备带给孙多慈的东西藏起来,徐悲鸿见状也不好意思再问。 女人的宽容总是有限的,时间一久,蒋碧薇忍受不了丈夫的背叛,就跑到学校去宣传两人的丑事,又将抬成月夜,带回家中挂最显眼位置讽刺徐悲鸿。 还将孙多慈的画像藏在庸人箱底。 徐悲鸿南京公馆建立,孙多慈送去百科蜂苗,蒋碧薇盛怒之下将蜂苗一把火烧掉,徐悲鸿心痛至极,虽将公馆改为无风堂。 慈悲之恋尽管美好,但在那个时代并不被人看好,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无疾而终的结局。 徐悲鸿虽然对孙多慈的爱如飞蛾扑火,但也没忘记对蒋碧薇道德上的责任,在他内心深处仍然很矛盾,他曾跟好友舒心成诉苦。 燕子鸡头探水势,情怀炼焰已消沉。 荒寒盛有台承诺。 水月双清万古情。 好友劝他,台承有路直须走,莫带路断网伤情,意思是要他坚持所爱,尊重自己内心。 只能说,艺术家的思想在当代或不被人接受。 对于徐悲鸿的情感,他的弟子与友人也分为了两派。 一是护蒋派,认为徐怡情别恋,过河拆桥。 一是护徐派,认为徐对孙确是真爱。 不管怎样,徐悲鸿一直袒护孙多慈的。 1945年,徐悲鸿与蒋碧为28年的婚姻彻底终结,他要赔偿给前妻100万元与100幅画,这在当时也算天价分手费了。 徐悲鸿为了赔偿前妻,夜以继日作画。 1946年,徐悲鸿娶了最后一任妻子廖靖文。 孙多慈听闻,无奈地画了一幅红眉土肘,提此以翠竹,总是无眼,傲流水,空山自甘寂寞已是心静。 后来,徐悲鸿在眉之上补了一只未开口的喜鹊,以为欲说还休。 一场长达十年的慈悲之恋终成一场美丽的邂逅。 后,孙多慈的无奈与无语病人扼腕谈息,他的反抗是不彻底的,他敢于冲破失声恋世俗,却最终屈就一场负命的婚姻。 享受随遇而安,任命不敢决绝的个性,令孙多慈丧失了勇气。 最终屠流伤感,当初徐悲鸿发布,岂是离婚对他来说也需要勇气,但他却退缩了,成为别人眼中的旧道德与心思想兼而有之。 也正因如此,孙多慈在婚后大感后悔,写道,一不错,不不错。 多年后,孙多慈见到徐悲鸿的诗《不觉山然泪下》,《岁座》,《寒江孤舟图》,两人一个放舟弃照,一个寒江孤舟。 这正是慈悲结局的真实写照,虽然世间往往造化弄人,但很多时候也与人的思想与绝断息息相关。 1949年,孙多慈随夫到了台湾。 徐少帝将他安排到台湾艺术学院任教,14年后,孙多慈当了该院的院长。 时光流逝,孙多慈仍旧难掩昔昔日的悔意,他经常借故去意大利、法国徘徊,每次都到徐悲鸿好友王少林家中做客,而孙多慈见到王从徐处带去的《红豆三手》更是黯然神伤。 可以说,孙多慈在对徐悲鸿的思念中度过婚后生活的,但这一天却迎来了他最难忘的一天。 1953年9月的一天,孙多慈到中山堂看画展,不巧碰见蒋碧薇,两人都愣住了。 此时得到徐悲鸿病逝消息的蒋碧薇,将之告诉给了孙多慈。 孙多慈闻言顿时脸色大变,泪如泉涌。 谁能想到,二十年后再遇情敌,竟得到如此残酷的消息,而接下来,孙多慈的举动令世人皆惊。 此后,三年里,他一直为徐悲鸿代孝,素服素食,再无欢言,丈夫许少帝见此情景,值得随他。 而在中国传统习俗里,为逝者披麻代孝者,一般是死者最为亲近的血亲及家庭成员。 可见在孙多慈的心里,徐悲鸿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,如同亲人、爱人等一般。 对此,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评价总结德可谓重肯,接触过孙多慈的人。 都说他人品好,他为他的老师悲鸿代孝三年,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,然有情人未成眷属。 徐悲鸿去世后,孙多慈延续老师的创作手法并加以开拓,被认为是全能型天才着落的女画家,其在油画、山水、人物、花卉等画上造诣都很深,画额更是一绝。 1975年,孙多慈因长期抑郁患上乳腺癌,三次飞往美国开刀动手术,最终医治无效而亡,终年63岁。 而大他借20岁的丈夫徐少帝,依然在世,晚年丧气的他,默默守着妻子的满墙画作。 内心惆怅万分。 五年后,徐少帝临终时在病榻上写下,他缩行,其中两句尤为经典,人生安乐总无方,平澜不觉洒清泪,将惆怅表露无遗。 而后,徐少帝的骨灰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在了台湾阳明山,如此也结束昔日的恩怨。 一场百年前的慈悲之恋,虽有过绚烂,有过诟病,但在几经时代裹挟后,终于落下帷幕,留给世人无限旷位,令人唏嘘不已。 大家怎么看呢?欢迎留言。